2022由刘德华和吴京主演的《流浪地球2》最新预告他们 开场就炸裂 刘德华在电影中的女儿就因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 而唯一还能让女儿存活下去的方法 就是将女儿的意识上传网络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永生 也就是传说中的机械飞射 可是因为这项技术是被政府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 但是华仔为了女儿就算他要牺牲自己都在服辞 因为女儿才是他的全部 而他是否真的成功了呢 画面一转 飞行员刘培强同志以全球第一的优秀成绩成功地进入了航天局 可他为了守护地球的和平 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甚至连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都没有时间陪伴 他与邪恶的反对派战斗到了 最终全球唯一的一部太空电梯被炸 领航员空间站也从天空坠落 敌人的计划成功了 而他们的守护计划却失败了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将归罪于为正义而战的刘培强同志 你们明明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还要这样 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着他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